在不久前 Mazda Malaysia 就宣布全新的 CX-30 已经正式在我国公开接受预定 那如今 这一台最新的 Crossover 就已经来到了我国的 Mazda 展示厅 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带大家去转一圈 CX-30 是继 Mazda 3 以后 第二款基于 Sky Active Vehicle Architecture 这个平台所打造的车款 在外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和 Mazda 3 有很多详细之处 像是这个大型的六角形水箱护罩 以及一体式的头灯组设计 但是这个头灯组它的方向灯 在 CX-30 是被移到下方 这个相当漂亮的一个 LED 灯条设计 整体整个前脸造型的质感 还有它的那个时髦度都是有的 CX-30 的车身尺寸分别为 4395mm 长 1795mm 宽 以及1540mm 高 它的轴距则是 2655mm 这一个身形是介于 Mazda CX-3 以及 CX-5 之间 至于在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CX-30 它的这个尾灯组设计是和 Mazda 3 Hatchback 相似的 这个立体式的尾灯组它的这个 LED 灯条设计整体看起来相当的有质感 那在下方的部分除了这个黑色护板的设计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双边单处的排气围管设计 相当有一个运动气息 那我国的 CX-30 的駭版本的这个车型 它是有备有电动尾门的设置的 在内装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CX-30 它的仪表板的设计是和 Mazda 3 大致上是相同的 但是在顶部这个部分呢 除了有这个深褐色的 皮革设计以外 这个悬浮式的主机的设计也是和 Mazda 3 有一点不同 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当精致的这个上辅式方向盘设计 以及前方的这个被有Digital Meter的仪表盘是和 Mazda 3 相同的 整体的质感和 Mazda 3 都一样就是很有Premium 的感觉 整个很赏心悦目 我国的 CX-30 全系都会标配这个 资源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的 AMZ-D Connect 主机 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个 Hi 版本 它在配备上是稍微多了一些东西 像是皮革座椅以及被有电动调整的前座座椅 然后还有像是电动尾门 无钥匙进入系统 换挡拨片 双区横温空调以及后座的空调出风口 这些都是 Hi 车型所专有的 至于在后座部分呢 相比起 Mazda 3 我觉得这个 CX-30 它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头部空间宽裕了很多 至于在腿部空间部分我是觉得大同小异 然后也因为这个底盘是支援 AWD 所以它在中间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凸起 坐在中间的话 我的脚还是要这样子放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 CX-30 它的 Hi 车型 是有导入全套的 Active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除了那些像是车道可以警示啊 盲点侦测这些等等以外呢 这个 CX-30 它还有最大的亮点就是 MRCC 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 我国的 CX-30 备有两种动力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为第一具 2.0L 的 Skyactiv-G 汽油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 163hp 峰值扭力则是 213Nm 至于第二具引擎则是 1.8L 的 Skyactiv-D 柴油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为 114hp 峰值扭力为 270Nm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个 CX-30 一个简单的 walk around video 那这一台车 即将会在明年年初正式发布 我们也会尽量安排尽快做一个深度的测评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